85岁马于琴幸福只是假象 被逼吃凉水泡馒头外加野菜 李渔成却称其牙口不好 当年马于琴不顾一切 嫁给了比自己小32岁的李渔成 在他以为自己是选择了爱情 但时间一晃20多年过去了 如今85岁的他晚年生活却有些凄惨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马于琴和李渔成的故事 他们两个人一开始以旧妈相称 没想到后来两个人大胆的追爱走到了一起 两人为此也放弃了很多 马于琴和儿子断绝了关系 李渔成则和父母也没了联系 就这样不顾世俗的舆论 一起走过了20多年 但两人又是靠什么维持生计呢 那就是直播 如今两人也算是小有名气的网红 大家都知道直播非常赚钱 但两人并没有过上富裕的生活 准确的说是马于琴没有过的多好 而是每天穿的破破旧旧 吃的也很简单 不是咸菜就是野菜 如今的马于琴已经瘦得皮包骨 这样的生活实在可怜 但他们真的有这么穷吗 当然不是 反观李渔成就不得而知 李渔成不仅打扮干净利落 穿着也很豪气 冬天出名的时候 李渔成穿着雕容蛋衣开着豪车 看上去非常有面 很多网友看到这一幕 纷纷替马于琴打抱不平 要知道李渔成一直都是靠着马于琴的名气来挣钱 没有马于琴就没有李渔成富裕的生活 每天马于琴白天配合着李渔成拍摄 晚上还有直播 甚至有一次还累的直接睡着了 看着就让人心疼不已 最新的视频中 李渔成竟然为了省事 让马于琴吃凉水泡馒头 旁边还有一盘野菜 甚至说这样吃身体才健康 除了这么吃身体才更健康外 还因为马于琴的牙不好 只能吃凉水泡馒头 但就算牙口不好 也不能总吃这些毫无营养的东西吧 看看马于琴如今瘦成什么样子了 很多网友纷纷吐槽李渔成睁眼说瞎话 不觉得脸红吗 不舍得花钱就直说 不明白马于琴到底图什么 不仅如此 在家的家务活也都是马于琴在做 洗碗打扫都是马于琴 而且就连洗车这样的活 李渔成也让马于琴做 自己只是在一边用水冲一下 剩下最累的擦拭都是马于琴 看到这一幕 不少人都觉得 他们的相爱仅仅是表面现象罢了 纷纷替他感到不值 朋友们 你认为他们是真爱吗 欢迎大家留言评论